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李志生 以商业机构和慈善机构为例 说明这些机构如果出现类似的诚信问题 涉案的人将被令休假或是离开机构 李志生在国会辩论时表示 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商业机构 管理人员会自行回避 如果是在其他市政理事会 涉案人员则会被撤职 李志生也强调 表示这项动议不含政党色彩